第七名的話呢是Lexus的NX 它在7月份呢 總共賣出941輛 那比6月成長了274輛 那Lexus也可以說是7月的一大驚奇 因為它超越了賓士 成為豪華品牌一哥 單月的部分 那NX跟GLC一直都是這兩個品牌 能夠擠進前10名的生力軍 對 因為豪華車嘛 豪華進口車嘛 其實有的時候要在前10名出現 真的相對不是那麼容易 對 那他們這兩個品牌 最常進的就這兩台車啦 有時候都是輪流這樣子 對啊 那NX其實很久沒有改款了 我認真去做了一下功課才發現 它初次導入台灣是2014年 沒錯 然後小改款是17年 對 我在17年的時候有去試到 他們的小改款新車 但是在那之後就沒有其他動作了 可能就是一些什麼特試版啊 對啊 有的沒的 對啊 那它沒有改款的情況下就可以有這樣的戰鬥力 很恐怖耶 對 那改款之後會有多猛咧 應該一樣吧 沒有啦 我覺得很關鍵的是因為 NX跟GLC這兩個車型都代表了台灣購車市場一個很重要的族群 一個是我終於可以上豪華品牌 是 那因為現在大家修旅車最熱嘛 我終於可以上豪華品牌 很多人還是會選修旅車嘛 是 那另外一個是我人生成功終於要買一台雙B了 是 那就是GLC 是 因為畢竟在休旅車的領域裡面 GLC是一個很具質調的車型 所以這兩個族群就剛好有這兩台車提供他們的需求 是 那NX為什麼會是跨入豪華品牌 而不是跨入雙B那個等級 是因為NX相較於同期對手來說 真的便宜非常多 是 150萬上下就可以買到一台豪華中型的休旅車 而且它不是最小 它不是像UX這麼小 它是中型的休旅車 是 那也是因為它有200這個動力車型 所以那個時候大家認為說如果它未來要改款 200這個動力絕對不能缺席 是 所以很有可能像我們之後要聊的NX改款之後 對 一開始大家認為說可能就是240起 或是250起 但後來發現很有可能台灣還是會有一個特殊的NX200車型 是 所以既然都有這樣子的車型 又加入全新的改款之後 它的售價維持在跟現在不會差異到20%以內的話 我覺得20%以內的話 現在的銷售表現應該會繼續好 而且甚至再加個兩三成都沒有問題 第四名的話是Honda CR-V 它在7月份賣出了1320輛 比6月份成長了670輛 那國產的休旅車之爭 在6月份KUGA點出了前10名之後 現在看起來CR-V應該是穩了 對 因為兩者在年度累計銷售 已經拉出超過大概2000台的距離了 對 那就算KUGA改款21.5 好像CR-V也覺得沒關係 勞心宅宅 你就改 對 而且我還曾經去KUGA社團問車友說 對 就是剛好21.5年是那時候 我就問大家說 大家覺得今年有沒有機會贏CR-V 這KUGA社團大家都不覺得 對KUGA這麼有愛的社團們 對自己都沒有信心 對啊 那你覺得 因為我們還是很常聊這個話題 但我還是想問到底這兩台車 競爭力根本的主因差在哪裡 我給大家一個調查數據 我覺得這個數據雖然不是台灣自己做 但是還蠻具參考的 美國有一個網站他們做的5輛 這個集具 CR-V集具做的極品 沒有KUGA 不過有幾個很重要的車型 比如說 HONGDA的新的TUCSON 我們知道長得非常帥那一台 然後還有Nissan新的X-Trail 然後還有CX-5 馬自達 當然還有CR-V跟RUFLE 他們做了一個完全的極品之後 這裡面其實CR-V是相對最舊的 2017年就出來了 沒想到CR-V還是拿第一名 還贏過TUCSON 或者是全新的X-Trail 就是因為他們的原因就是說 它的空間的優勢 跟零碎的空間的運用 就算是其他車型在2020年推出 或是21年推出 都還是沒有辦法像CR-V這麼貼心 這個是買家相當重視 雖然說CR-V的空台的儀表 可能舊了一點 車機可能舊了一點 HONDA Sensing 也開始慢慢的跟上對手 跟不上對手的一些細膩度 但是 家庭買家看到空間就OK了 所以這個東西 確實是他們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這一直是HONDA的優勢 在空間面的高度利用 所以其他品牌 如果你真的要跟CR-V作對的話 真的是空間的利用 真的是很重要 那這一點一向是KUGA的弱勢 所以CR-V還可以穩贊銷售龍頭 不意外 所以說KUGA車油門大概也可以理解 因為我相信有去買KUGA的人 應該同時大部分也都有去看過CR-V 你一定是說是這幾台車在比較 真的大家可能看過車之後 就可以理解說 為什麼CR-V會這麼熱銷 然後跟KUGA這麼大的差距 確實 因為兩個就是不同的方向 你要性能熱血就KUGA 那你真的是家庭取向居多 你要載比較多東西就是CR-V 對 所以說他們根本的差異大概就在這邊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到第三名 進入到前三強 那前三強一樣不意外 都還是都是Toyota 甚至連名次都沒有變 但數字上有蠻微妙的變化就是 第三名的話是Toyota的Corolla Artis 那他在7月份總共賣出了1456輛的新車 比6月份成長374輛 他的承擔幅度其實就跟前面這些車 大概都差不多 就是三五百這樣子 那名次不變 然後承擔幅度也和總市場的走向 也都差不多 再怎麼分析好像就是這樣子 Artis已經講到快沒東西可以講 但我覺得最近有一個比較微妙的事情 我覺得可以接這個機會來聊 就是Toyota在油電車部分的操作策略 對 因為Prius已經只剩下Prius Alpha 跟Prius PHV 對 而且Prius Alpha也直接講了 就只賣到9月而已 要下台一鞠躬了 對 那Prius家族在台灣就只剩一台車了 對啊 那Prius C也還不知道到底會不會來 對啊 那未來到底Toyota他們在油電車要怎麼操作 你就有沒有可能把Artis的油電車頂 再進一步往下壓 然後讓他去充這個量 我在思考這個問題是 你記不記得前一陣子 核泰他們在台北的心理維修 開了一個Lazos的 Electrify的品牌概念 就是代表說Lazos以後要大舉的入侵 不是 引進一些純電或者是油電車 那Toyota反而是很奇怪 它的油電車進口的越來越少 會不會有可能再做一個區隔 就是說以後我在進口的油電車 或者純電車的部分 畢竟這個級距的消費者比較可以接受的是 Lazos這種進口的級距的這種消費者的能力 就在Toyota的部分 我就盡量把這種油電的選擇 把它變成國產化 就是像剛才雙方講的 在Altis的油電版本 可能讓它更多的車型選擇 進口可能就剩下Prius而已 因為畢竟Prius它沒有國產 所以可能在Toyota的部分 我把油電的主力會慢慢的放在國產 在油電的進口 可能就慢慢的放到Lazos這一區塊 這是我自己的猜想 但以目前的動態來說 好像還滿有這個味道的 對 因為Prius瞬間就只剩下一個車型 而且其實Prius PHV我覺得滿有趣的 因為它的價格一直在調整 從這一開始好像要150上下 然後到現在120多 130就有 一直在往下走 而且它還時不時會推出一些 很殺的促銷 像最近好像是舊換星99萬 因為它之前又出一個99.9萬 一個入門版本 對 之前沒有的入門版本 代表說他們希望在百萬內 就可以讓你買到進口的油電Toyota 對 而且是插電式的油電動物 對 那個油耗真的很驚人 對 那很驚人 而且我覺得那個真的是 現在當下的最佳界 就是你又可以加油又可以充電 又不會有里程焦慮 對 你要平日就充電用 假日就加油用這樣子 對 只是你要接受它那個造型 我覺得造型很好看啊 你覺得不行嗎 你忽然安靜了 害我好緊張 我覺得造型很好看欸 我覺得太前衛了 你覺得太前衛喔 因為我覺得它很 跟那個Milai 就是那個新汽車 未來那一台 對 跟它的味道 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那我們大家一人一票 支持尚恩換Prius PHEV 先前衛